Hello,今天要分享的是插一盆绿色迷你桌花 今天的小助理是我心爱的小贝贝 我用的花材是绿色的露莲花 另外还包括其他白绿色系的植物 包括了金丝桃果 它也叫做火龙果 那另外还有白色的结梗 来衬托绿色的亮丽 今天是用海绵来插做的 这个花器是一个小杯子 上面有一些小猩猩的图案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花器 首先我先把花简短来插 我们只需要用到比花器更多一点点的长度就可以了 在四个方向各插上一个小小的短支 等于是标示出长度 另外在第二圈也标示出比较短的四个短支 然后在最中间的地方呢 选上一朵花 我选的是结梗花 插在中央 然后呢剩下的地方呢 就是自由的选择 花财来插做填补上空间就可以了 就不用想太多吧 喜欢的花财放在比较空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让花形出来就可以 它会呈现有一点点圆形 然后如果比较长的地方 我们再把它修剪 变得稍短一些 大致上就可以完成了 我在插的时候其实太长了一点点 所以我最后有调整了一下全部的长度 这个是调整好 再短一些些的长度 它已经有一点点圆圆的样子了 这样子就是花形差不多出来了 现在就是把一些小小的空间插上金丝桃果 金丝桃果它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今天用的是刚好搭配露莲的绿色 它另外也有白色以及粉红色都很可爱 在比较圆的空间呢 可以插一点点小果实比较长的 可以比较活泼一点 这样就差不多完成了 再检查一下下 虽然小贝贝常常偷偷跑去看风景 可是它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助理哦 它经常帮我插花 而且很认真的修改哦 现在赶快依据助理给的高明的意见来进行修改 果然改了之后变得比较好看哦 贝贝真的很有天分啊 插一个迷你型的小猪花其实不会很难 大家一起来试试看吧 好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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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